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个这根笔的话真的是跟我平常乐用的那一个很像 你们过去看到这一这个地方应该就懂了 然后这根笔你能看到成光优品对吧 关键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具品牌 啊最近那个就是常规那种钢笔品牌看太多了 然后过去找那种文具品牌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文具品牌有不少也有一个钢笔的 那这根的话反正有那个我平常的这根的这个颜色 啊玫瑰金还有黑色反正挺毒的那一一开始拿废话不多说啊 金属钢笔吧吧吧吧吧啊喜欢的暂停一下看一看啊 反正自己那个然后上面也是这样子好包装放一边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盒子啊这颜色反正我不太爱 拿起来的时候反应还挺结实的这个是应该是烤漆对吧 它不像苹果手机那种喷砂就那种处理反正应该是那个阳极化处理吧 苹果那个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烤漆 上面来哎对的一层珍珠棉呃 例行公式每一些国产干笔的那个包装真的是我希望还是能多花点心思心思把笔笔件做得更好啊 然后皮是国产笔的我还是很喜欢用的那这么一拿哇塞这非常的爱还有这个条码这现在那这个什么条性码做的这么漂亮的吗 可能你看哇塞这透明的不是一般的毒啊像那个平常那种什么那个类伯那种就是那种白贴的那种我喝呢这个毒多了 好那个笔一上来哎出现了那我们赶紧来对比对比一下吧 好的那对比一下那就是简单了反正长度你们看到几乎是一样的呃比夹上面反正就是14厘米了吧 这基本这样那我们赶紧来对比一下两边的一个细节吧因为这一根真的是我很常用那首先中央上面来讲左手的比较重成光的比较重啊摸起来的时候两边都是冰冷的一个温度感然后顶部他这边就弄平然后 无印的这个以前我看到过知道这里是一块黑色那个一个小橡胶然后我我弄一颗猫眼是把它弄平了啊 因为区分一下因为不止我一个用我有几个同事做都在用这个因为简单采购的时候比较简单 而且摸索用的有时候用的玩的比较多啊 比较上面你看两边几乎是差不多的呃相对来讲成光的比较圆润无印的相对来讲这个前面这个端 他的曲弧面会比较长啊对左右的就左右的这边一个弧面对吧他会比较大那成光的会左右的呃半圆半圆来讲他左右比较平衡比较上面嗯还是 差不多两两只没什么大差别你看细节上面都是几乎一样的那比我这个部分相当讲短一点那 摩擦力来讲我觉得两个是差不多差不了多少了另外鼻尾的部分那我无印现在这个用久了反正就有一个问题就这样 就是这里非常卡哎呃对就是卡壳反正就是后面有点变形了你们看到就他不是一个正呃就整个增原路已经被影响到了 但这个的话他后面这样子反正就这里改进了反正应该会更实用一点我看一下是拔了还是转了先先扭一下扭一下 哎哎好的有点难拔有点难拔啊有点小难拔对反正就是对可能拔多几次就好了那他反正后面就简单了就这样 反正就好像 不是很紧说实话不是很紧就是不像无印那个那么紧那长度来讲的话两根看一看吧顺便因为毕竟两根他是哎呦我的手又弄到了 两根是一根同中的笔啊啊我好像我现在好像做生命做多了人人讲着讲着自己自己就能嗨了 好两个长度你们也看到也是差不多的对的那就无印这几根笔件上面啊大家的大小也是差不了多少 那无印上面多一个就这种纹理那这种简称的就成光这种我们简称叫异形肩吗因为我又所谓这种无印这种才正常那么像指甲一样有点张力对吧 那这种才是正常的钢笔肩吗这种是异形肩 那更多的像拉米呢他们那些都还就是暴力吗前程因为这种间首先在工业生产上面很好生产 那书写感受来讲呃完全看个人但这种的话好处是什么 替换方便就是 他不是专门怎么讲的因为我觉得像那种有张力的无印那种间会比较好写一点不要是我视觉还怎么样 而且这种间的话他更容易磨损一点算说钢笔有一个好处就上前面这一块 他反正回收吗一样可以好那个废话不说那么多啊反正这个卡卡起来的时候不你现在拿没有问题但是 听一下声音 就是没有卡损没有什么也不能旋钮什么的那没有一个很结实的感觉那上墨的话就正常的这样子呗反正一个小球啊里面的反正正常的一个上墨的一个感觉 呃捏起来的时候反正 现在捏久了我看一下反正常懂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影响不会很大 这个反正 他就这样小改一下 但是价格来讲你们也懂得少了一半还有多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我们先上上下墨看一看这根笔的一个整体是怎么样的 那然后我我一样然后上完我以后还是会那个书写一下 那我先上下墨 好 那个墨已经上了反正就这种 推拉式其实我不太喜欢用 但成功的笔说实话他的中性笔其实是我我算是我比较常用的一只一只笔 因为他的价格真的是很低 而且像很多的就是 你们看 想不想我做一下那种中性笔和原子笔这样子 哦对有没有兴趣我就拿起来做一做这样子查进去 好的那个我先写一下那个字 好的回来了回来了 那个是这样子顺便把刚刚讲那几根笔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一看这样子哪里看到 就这样子 然后就 对 但这根笔说实话不好用 但是就当一个棍子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把笔心也扔了反正不会用 我基本上平常就插在杯子上面这样子一根装饰品 那这根也是 那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黄童园剧在这里面看到第1个氧化 第2个有那种铜锈味如果我手汗多的时候第3种就这种铝合金的淘宝上面都能看到 要的下面留言我把那个链接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看一看这样子 好的 我这根笔反正我先放一边去 呃 讲回来这根笔 呃这个笔尖的话反正怎么讲的就是 嗯 没什么特色 呃正常的一行间不算特别好写就跟 那个领美的那种手感几乎差不了多少 反正都是同一套那个你们懂的反正同配件兼容吗对吧 因为这个你们能看得到其实 他这个是比较粗的你们现在能看到 无印的这个他是故意用小笔尖的 但是 成光这个他还是选择了那个配件兼容 所以说几乎你们看到这种一行间反正就是能想象到就是说反正就跟 拉米的手感差不多 只是说看你喜欢哪个外观 只要你们看到这种一行间几乎都可以做这个判断 呃但总体来讲啊 然后你们看 那个反馈度反正就是反馈度也就 笔尖很硬反正没有给我任何反馈 细反而挺细的但是这种笔很快就会磨损 第1个感觉 然后我你我现在已经压了你看也是没有反应 出没反正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那写起来反一行间的话你会觉得很硬 第1个非常硬当他硬硬硬下来的时候没有那种什么 就嫩硬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长期书写一个问题也是不大 那这个也是一根颜值偏颜值的一根笔 反而平常用也是没什么大问题放在文具 文具盒里面也是很好看的 有点亮亮的这样子 而且最近很多人喜欢玫瑰金我也搞一根出来 呃过过瘾这样子 反正用来用去反还剩那几根了啊 你们懂的 那几乎就这样子出戏 不用担心有任何问题 不会断末啊 出风的话呃干尖的不要想这个东西的 而且出风的话还是拿原子比中心比链吧 我觉得这样我只会实在一点好的 那几乎整个比如这样子 反正整体来讲非常的ok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看也挺好看的 但时间久可能会有点那个毛痕什么的 现在拿起来还是挺毒的 对的 好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说错的麻烦帮我纠正一下 喜欢交流的可以叫微信对的 呃好的 那一个下次再见 在哪个视频 我请不吝点赞 说明